老大 各国顶级黑客 正在集体攻击我方网络 只怕不到三分钟 我们的服务器就要瘫痪了 假数据而已 想要就给他 都是我方的诱啊 要不然 我怎么利用这次机会 才接去摊我的数据 以拦截阻击 反击成功 这么大费周章 就是为了找这个人 爹地 我终于找到你了 官员 谢海 神雀 病人恢复生命体征了 奇迹啊 这都能救回来 感谢沈医生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 我让你们查的事情 查好了吗 根据鉴定报告显示 那个男人的DNA和您匹配 可以肯定是植西亲属关系 那个男人果然是我的代表 卡门幻想起的难度 可是世界级的 孩子这么小 竟然能够完成 简直就是天才 夺得国际少年组冠军 有什么获奖感言吗 爹地 如果你能收到这条消息 快来认领我们 好的 公司这边遭受多家公司 做空抛售袭击 股票一直在下跌 董事会这边问您如何处理 不用担心 这都是我安排 正好趁机回购公司股份 第一大股东的位置 该换上了 老大 按照您的要求 电视台24小时 循环播放的广告位 已经被我们高架抢下 我们要做什么事 发布一条群人体试 来 看什么 快去 宝贝们 我们这次回国是来见小姨的 你们可要乖乖听话 妈妈 我们会见到爸爸吗 关于爸爸的事情 妈妈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到了合适的时候 妈妈会告诉你们的 嗯 那就别管我们自己找 妈妈 我要许试 妈妈 我们也要许试 好 许试 在这里乖乖等妈妈 我带他们去洗手间 嗯 哇 好帅 爸爸 王室集团的小公子 已经第三次挑衅我们 说要搞考我们富士集团 我们该怎么做 区区王室集团合足挂齿 给我通知下去 明天早上我要看到 王室集团破产清算的新闻 对了 还有件事 我们在电视台买的24小时 循环播放广告位 被一位神秘人 花天价抢走了 说是要找爸爸 找爸爸 嗯 我出双倍价钱 给我抢回来 可是副总 那件事 毕竟已经过去八年了 要不 还是算了吧 那晚那个女人 没有找到之前 这条寻人起事 必须24小时挂着 爹地 爹地 好奇怪 为什么莫名感觉 这个小女孩有点亲切 小朋友 我不是你爹地 你是不是跟父母走散了 天啊 最谈小孩子的大魔王竟然笑了 我一定是出现幻觉了 你就是我爹地 我就是来找你的 爹地 我是西西啊 西西 你们去找这小孩的父母 嗯 走 西西 西西 沈西西 沈西西 你好 怎么了 我有个孩子不见了 辛苦你帮我照顾下他们 我去找孩子 好 东东 你召开好两个弟弟 我去找西西 好的妈咪 西西 沈西西 西西 沈西西 西西 沈西西 西西 走 带你去找家人 嗯 沈西西 沈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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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的孩子吗 沈西西 沈西 这是我的女儿 沈西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谢谢你 我女儿太调皮了 嗯 谁派你来的 我被人下药了 救我 我也被人下了药 你也会出事的 快走 对不起 为了救我妹妹 我今晚必须留在这里 快走 你快走 找了你八年 终于找到我了 好久不见啊 孩子妈妈 我都不知道 我竟然喜当爹了 胡说什么 他不是你孩子 不是我的 还能是谁的 沈沈 孩子爸爸来了 你赶紧放开 沈沈 这位先生是 这答案是我弟兄 嗯 西西 你这漏风小棉袄 可别再坑你骂我了 嗯 老公 西西走失了 是这位先生 帮我找回了他 哦 谢谢这位先生 帮我和我的妻子 找回了孩子 她是你太太 对啊 我们都结婚吧 我们都结婚了 七八年了 再次感谢 这位先生帮我找回了我的孩子 没什么别的事 我们就先走了 老公 那我们走吧 没想到这个女人 只结婚了 也是 都过去八年了 妈咪你终于回来了 西西 你跑哪里去了 我找到爹地了 真的吗 和照片一样帅吗 当然了 爹地是我见过 最最最帅的男人 沈西西 不许胡说 以后不准乱跑 你让妈咪担心死了 知道了妈咪 以后西西绝对不再乱跑 不是说告诉我们 爹地是谁吗 宝贝们 我保证 以后到了合适的时期 我会告诉你们 爹地是谁的 好吧 文光叔叔来接我们了 我们一起回家 嗯 文 明明病情恶化了 好 我马上到 丽云怎么了 你现在还这么回家 我去当医院 啊 妈咪我也去 医生 丽云的情况怎么样了 患者刚刚经历了一场抢救 现在三无大碍 至于后续的治疗 希望你们家属 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啊 好 谢谢医生 丽云 快些好起来吧 先送回房间吧 好 这个要注意啊 好 谢谢啊 奶奶 您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我那孙子 给我找了好多人来照顾我 那些孙 全被我给支走了 我就想打一壶水 哎呀 没想到 这年纪大了 我重用了 奶奶 我先请你回去休息 这壶水 我帮你打啊 您的病房在哪 走 奶奶 你先好好休息 我很快就回来 妈咪 那我帮你照顾奶奶吧 我的奶奶真乖 真是个好孩子 你妈妈也是个好姑娘 要是寒川身边呢 有你们这样的人就好了 老奶奶 有我在 你和我小姨的病 一定都会好起来的 我和你小姨啊 都住在这个重症病房 我们的病啊 可不好治啊 老奶奶 放心吧 有我在 不管你和我小姨 有什么难种 我一定都会想办法 治好你们的 她怎么和寒川小时候 长得这么像 沈千千 她怎么在这儿 当年我好心帮你卖初夜 你却睡了我要睡的男人 对不起 我都给我妹妹寄给你 我竟然必须 收了我的钱 不是答应出国之后不再回来 怎么 转毁了 我妹妹病重 我必须回来看她 病情恶化而已 又不是死了 你等你妹妹死了再回来 给她收拾也来得知 赵水柔 当年是你说愿意出钱救我妹妹 我才答应你出国后不再回来 没想到你还给我下了迷药 你不但没有救好我妹妹的病 还万般阻拦我们姐妹相见 如今我妹时日已经不多了 我必须回来看她 出国在外待了几年 硬起了不少 赵水柔 你觉得我还会怕你吗 外面怎么这么差 老奶奶 你先好好休息 我去看看外面怎么回事 那我倒要看看 你有几斤几凉 放开我妈咪 你身上小畜生就得咬我 是你亲亲的儿子怎么这么像寒川哥 看上去应该有七八岁 难道是八年前 他和寒川哥那晚 这孩子是不是不寒川的 什么 奶奶是寒川的儿子 什么 奶奶 奶奶是寒川的儿子 不是 奶奶 他不是寒川的儿子 就是啊奶奶 他怎么可能是寒川哥的儿子呢 这个奶奶怎么会认识傅寒川 奶奶的身世就不能暴露 奶奶 我还有急事 我先走了 你别离开的那么快 你起码得让我看看这孩子 怪不得我觉得熟悉 原来他是寒川的孩子 寒川 你到我这来一下 我找到你亲儿子了 奶奶 他不是啊 他不是他儿子 小姑娘 我没别的意思 我是一个将死之人 我只是想弄清 奶奶怎么回事 还希望你理解我这个老太太 奶奶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奶奶 我这就去找医生啊 奶奶 我先扶你回病房 奶奶真是个好孩子 要真是奶奶的曾孙子就好了 奶奶 您注意身体 这孩子 可能只是碰巧跟寒川哥长得像而已 您可千万不要因为这种来路不明的野孩子伤了身体啊 你胡说 这么可爱的孩子 怎么可能不是野孩子 奶奶 您是不知道 这沈千千乱得很 千千是个好姑娘 我不许你这么说的 奶奶 您说找到我儿子了 这是什么意思 这怎么可能 这个小男孩怎么和我长得这么小 这些年我一直接身自豪 难道是八年前和沈千千那次 奶奶 医生来了 出去 老太太 你看 你给我出去 沈千千 奶奶说奶奶是我的儿子 不是 他不是你的儿子 他 他是我跟我老婆 别吵了 我已经找个人来给做亲子鉴定 结果一会儿就会送过来 如果他是我的儿子的话 我一定会对你 我会马上娶你 老夫人 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 老夫人 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 你在紧张什么 沈楠楠她不是 沈千千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 难听的事是要暴露了 该怎么办 沈楠楠她不是我的儿子 你为什么要误导奶奶 演的可真误导 她就是费尽亲子 想接见韩川哥 一个破鞋也想判斗吃 这怎么可能呢 马上去和韩川 做下亲子鉴定 我要最快时间拿到结果 明白 我绝不能让沈楠楠 从我身边抢走韩川哥 绝不能 韩川哥 你先回去吧 我会帮你照顾好奶奶的 如果孩子是我们的就好了 要不是我手脚快 不然就被你得逞了 马上带着你的儿子 你看 要是因为这个破坏了我跟韩川哥的婚事 相信你的妹妹跟儿子 原来是你 你什么你 这还有你什么事 还不快走 奶奶 我们走 你个坏女人竟然欺负妈妈 看我怎么把你打回原形 文光叔叔 你们怎么来了 琪琪在家一直哭闹 让我带她来找你 太主 我不想要看到她 琪琪 今天怎么不听话 还让文光叔叔来送你 明明是文光叔叔 他自己想要看小姨 怎么让小孩子背锅呢 你这个小鬼 叔叔 停车 沈姐姐 到底打算帮我多久 这几个孩子根本就不是他的 这几个孩子根本就不是他的 你误会了 孩子都是我的 我问你了吗 我要的亲口告诉我 八年前我吃了病药 我发誓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够了 真的不告诉先生父亲 孩子的真相吗 唯有我的苦衷 马上带着你的儿子离开 要是因为这个破坏 我跟汉川哥的婚事 小心你的妹妹跟儿子 带地 你怎么会叫我带地啊 还有你怎么在这里 一个女人连孩子都看不好 你看这个 确认父子关系 确认父子关系 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爹地 我们俩就是亲生的 之前的亲子鉴定报告 肯定是有人动了手脚 爹地你不信 我们可以再验一次 我当然想起你 沈楠楠 你知道你妈咪的手机号吗 知道 沈千千 楠楠在我这里 你要想见到她的话 来富士集团找我 这次 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 奶奶 妈咪 看看这个吧 这是谁给你的鉴定书 谁给我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沈楠楠是我的儿子 我说过 我一定会对你父 你是 你听我解释 还有那个沈楠楠 那个小女孩 该不会也是 南楠已经保不住了 其他孩子 绝不能让她知道 不 如果你们是担心 名分的问题 你放心 我会马上娶你 并且给你个 最深大的婚礼 我会把我们的孩子 介绍给海诚的所有人 让我们成为 人人羡慕的一家四口 不是 沈楠楠 她不是你的孩子 而且 希希和南楠的 出生地也不一样 不信你去查 而且 我也不想跟你结婚 冯寒春最讨厌别人骗她 如果她知道 我是为了钱 才上了她的床 说不定 她就会去母留子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我结婚了 我的丈夫是文光 他也是我孩子的父亲 我爱的人是他 好 从现在起 南楠就交由我来抚养 凭什么交由你来养 我都抚养他八年了 他是我的儿子 就凭你作为母亲的失职 你让一个小孩子 独自一个人跑到我这来 就凭这一点 你就不会再抚养我的儿子 爹地 你别怪妈咪 妈咪每天都要照顾我们 还要出去工作 是男男不乖 非要出门 你擅自拐抛我儿子八年 现在该回来和我过更好的生活 难道你有比我更好的条件吗 沈千千 你一个人过得颠沛流离 就不要再拖累我的孩子了 喂 文光 怎么了 黎明明 你快来医院一趟 什么 好 我马上到 傅安川 现在南楠就暂时交给你照顾 如果他受半点委屈 我饶不了你 又怎么了 我可以送你过去 你不用感谢我 我奶奶跟你妹妹在同一家医院 顺带烧你一趟吧 男男也要去 妹妹 感觉怎么样 姐 你终于回来了 这么多年 我好想你 别说话 留着力气 我回来了 有我在 我还能看到姐姐 吃死了 丽云 你要挺住 家属止步 患者要进行手术 医生 我妹她怎么样 这次危机已经度过了 但是我必须和你们家属交代一下 后续的治疗 派个人跟我过来 我去 我去就行 好的 小姨的病越来越严重了 要尽快给她治疗 要叫北北和冬冬过来帮忙才行 我也去带地好吗 让我陪陪妈咪 好 丽云 你醒醒 给我找来最好的医疗团队 丽云 你醒醒 丽云 文官哥 其实我有一个秘密 一直藏在心里很久了 我知道我失的不多了 但我一直不敢告诉你 其实 我心里也有个秘密 一直没告诉你 我 其实我一直很喜欢你 可是我知道 你一直把我当哥哥 不是的 文官哥 我也喜欢你 其实我爱你很久了 但是 我知道我自己身体什么情况 我不敢告诉你 我怕我脱离你 这怎么会啊 我一直喜欢的是你这个人 无论你生老病死 不是沈谦谦的老公吗 你竟然跟她妹妹搞在一起 无耻 无耻 哪有你无耻 竟然让亲戚一个人把孩子们养大 孩子 孩子们 什么意思 紫面意思 傅安川 你放手 文官 你先放手 文官哥 别打了 丽云 你别担心 我没事 你身体刚好 别太激动 你这个人真够伪善的 当着你老婆的面 还在关心自己小姨子 傅安川 你疯了吗 你在说什么呢 文官哥没有老婆 你是不是误会了 丽云 别说 我跟文官哥两情相悦 哪来的什么背叛 她不是你姐夫吗 文官哥不是我姐夫 我姐八年前 一个人在国外生了四个宝宝 由于一些原因不能回国 都是文官哥来照顾的 四个孩子 另外两个孩子怎么回事 不 我就两个孩子 我妹病太久了 记忆有些错了 妈咪 我们来看小姨了 四个孩子 你还有另外两个孩子 妈咪 沈青青 另外两个孩子 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放开我姐姐 傅安川 你我之间不过就是一次遗忘 你有你的未婚妻 我有我的孩子爸 孩子是我在国外 跟其他男人生的 这有问题 好 你还在嘴硬是吧 给我调查一下 沈青青青跟她的四个孩子 如果真的被傅安川查到四个孩子的存在 是必会把他们全部带走 沈青青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你承认的话 我保留你作为孩子母亲的探望 否则你就做好这辈子都见不到他们的准备 我承认 我承认 副总 你让我查的事情有结果了 什么 其他三个孩子比男男小一岁 我知道了 不应该啊 四个孩子 明明是一起出生的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已经解除 妈咪 妈咪还不想让达迪知道你们的身份 怎么办 万一达迪查出我们的身份 妈咪就该伤心了 不用担心 我来帮妈咪 搞定 副总 你调查的结果 就毁你满意了吗 沈青青 你别让我知道你在骗我 否则你 再没信心点一个试试 跟你什么关系 奶奶我要带走 不准带走我的孩子 我绝对不会把我的孩子 交给你这种水行洋化的女神 爹地 妈咪 你们吵架了吗 奶奶 爹地和妈咪没有吵架 只是意见有些不同意 妈咪 人家都有爹地 奶奶也想有一个爹地 妈咪 你就让我跟爹地生活一段时间吧 好 我答应你 但是以后要有谁欺负你 你就告诉妈咪 我会照顾好我儿子的 走 什么 南南跟着爹地回傅家了 那是不是以后我们就要离开南南了 西西 你不是一直都想和帅气爹地生活在一起吗 行 但我更舍不得南南 别着急 我都安排好了 等南南去到傅家之后 我把爹地和妈咪组合在一起 我们以后一家六口就可以一起收获了 但是怎么组合爹地和妈咪呢 那就看我表现了 喂 你好 恭喜您成功通过林木集团的面试 真的吗 太感谢了 明天上午来公司报到 好 好 林主管 谢谢你给我一份这么高兴的工作 请问董事长助理需要做些什么 沈女士 你的这份工作 是我们董事长亲自为你安排的 董事长说了 以后您可以吩咐公司里的任何人 见您如见董事长 可我跟董事长无亲无故 董事长为什么要这么做 董事长行踪隐秘 全公司上下的人都没见过他 你唯一的任务就是听从董事长的安排 做他让你做的事情就好了 这是董事长要你去做的第一件事情 以我们林木集团的名义 收购富士集团 富士集团 不是傅寒川的产业吗 这不是老天爷给的好机会吗 傅寒川 当我们公司把你收购 我看你还怎么和我抢难呢 你怎么来了 不会是要要回我的儿子吧 今天我是以林木集团总经理的身份 来收购你们富士集团的 哦 去区林木集团还想收购我们富士集团 你真是好大的口气 我已经调查过了 虽然你们富士集团在国内有很多子公司 但是以我们林木集团在国内的股值 以及在全国的影响力 收购你们 不在话下 我出嫁 二十一 那沈小姐有没有想过 你了解的只是我们富士的冰山一角 我们的公司经营范围呢 主要是在海外 你那区区二十个亿 连我们一个部门都收购不了 你呀 就别做收购富士集团的梦了 不过你要是想发财 或者想要回孩子的话 还有其他的办法 什么办法 嫁给我 这样你就不用带着孩子到处找工作 还能跟他们在一起 富安川 别瞧不起谁呢 嫁给你 做梦去 你就等着瞧吧 要回儿子 我有的是办法 你们不是说要撮合爹地 和妈咪吗 怎么妈咪还让爹地欺负了 怪我 我只查了爹地的国内公司资料 没想到 富士集团的主要资金都在海外 但是我的陵墓集团 主要战场在国内 如果涉及到海外的资金 我就打不过爹地的富士了 妈咪果然是对的 男人靠的众母猪会上树 那现在怎么办呀 让我想想 我想到了一个更好的作业 让爹地给妈咪道歉 真是个好主意呀 弄好了 你们等着开好戏吧 做好商务工作 别让呆地 发现我们的命运 徐总 不好了 我们的财务系统被人入侵了 副总 我们的网络还谈话了 副总 公司通讯系统用不了了 什么情况 去查 学校 刚刚沈浅浅找到我说 以后走着瞧 现在富士集团就出事了 难道是沈浅浅搞贵 副总 查到了 黑客最后的IP地址显示在陵墓集团 我要亲自去一趟陵墓集团 找沈浅浅谈谈 潘川哥 我听说 公积富士的黑客 是沈浅浅找人干的 没想到这个沈浅浅这么无耻 你带我去陵墓集团 我替你讨回公道 赵水柔 我们的婚约 只是为了应付家里合作的关系 如今八年的婚约已经快到了 你别入戏太深 该死的沈浅浅 八年前就坏我的好事 要是八年前 进入寒川哥房间的人是我 他现在一定对我死心塌地 不行 不能让他们两个单独相处 沈浅浅 我们富士集团电脑内部的系统 全部被攻陷了 是你做的好事吗 傅寒川 你发什么疯 我为什么要找黑客攻击你们公司 寒川哥 我真没想到沈浅浅 能做出伤害你这么过分的事 你少跟我装傻 我真想不到你竟然是这种两面三刀的女人 谁两面三刀了 对你这种人 不需要两面三刀吗 而且我说过 我没做过的事就是没做过 你少跟我装傻 赶紧把系统给我解除 汉川哥 你先消气 因为沈浅浅这种手段下作的人生气不值得 赵水柔 我说了 我没做过就是没做过 你快收起你的小人嘴 神叫人恶气 汉川哥 我知道沈浅浅一直对我有些误会 说不定就是因为这个 他才专门掌人针对父侍 你在我面前跟傅汉川招什么亲密 这么多年 你跟着傅汉川 你不过就是一个没过门的未婚妻 你 汉川哥 他一个外人怎么能这么肆无忌惮地说我呢 别装了 你这么多年有跟傅汉川睡过吗 不然怎么连一个孩子都没 沈浅浅你跟我说话放松弄点 怎么了心疼他 心疼他你这么多年不娶他 沈浅浅 你那些孩子都是跟野男人生的吧 我可不像你 到处勾引野男人 那我就让你看看 我是怎么勾引野男人 沈浅浅 你要是再敢攻击复视 就别怪我动用海外势力 吞并你领悟 赵水柔 今天的事情 是你在背后搞鬼诬陷我 这件事情跟我不关 只能说你自己懂 我们的账该好好算一算 八年前你明明答应我 要给我妹妹最好的医疗资源 所以我才答应你出国后不再回来 但是你并没有遵守承诺好好对待她 现在我回来了 你觉得我还会让你继续欺负我吗 一个为了钱什么都敢做的糟祸 一个短面块 这样都没整死你面 还真是面知 你说谁是短面块 你再说一遍 沈浅浅 你敢打我 你 放开我 别以为我不知道 今天的这些操作都是为了激进寒川哥 前人现在手都还真是高明 你再敢用我的亲人威胁 我招不了你 是吗 别以为你现在回国了 还跟寒川哥有了孩子 就可以为所欲 我才是他的未婚妻 我手机里还有你当初为了治病求我的食品 我随时可以发给他 你觉得我会怕他知道吗 我又不想嫁给他 倒是你 恐怕你连嫁他的机会都没有 他可是最讨厌别人骗的 你敢 我敢不敢 你要不要试试看 沈浅浅 你别冲动 想爱你的孩子 我就是因为孩子才这么容忍你 下次你要是再敢欺负到我头上 我饶不了你 沈浅浅现在可真是个疯子 你以为我怕你 怎么走着瞧胡 你开始干什么 滚 沈浅浅 儿子现在在哪 想办法要消失 我一定是疯了 苏总 苏总 我已经找了很多国际顶尖的工程师 但还是没有办法破解黑客的攻击 现在集团的网络已经处于瘫痪状了 再这么下去 公司的机密只怕有危险 现在该怎么办 神经纪总会请我这么厉害的黑客 想要富士集团危机解除 必须父祖亲自去找神前前道歉 并且取得神女士的原谅 若不照做 否则误果自己 苏总 副总怎么带玫瑰花来见我 怎么 就不怕你的未婚妻吃醋吗 沈浅浅 我是来为我上次的鲁莽道歉的 要不我们找个餐厅坐下 慢慢聊 傅寒川怎么忽然态度变得这么好 我倒要看看他在耍什么花样 好啊 那我去见个餐厅 副总不介意吧 好 你随便挑 副总 据我所知 这家餐厅不一定是最好吃的 但一定是最贵的 很多商业大佬都来不起 让您带我来这儿吃饭 您不会心疼钱吧 只要是沈小姐选的 我一定奉陪到底 服务员 来之前那我随便点了点 有什么不合胃口的 自己在家 今天非得让傅寒川出出戏 不用看了 除了最便宜的两个不要 其他都要 先生 全部上的话 这桌摆不下 看来沈浅浅还是个百心女 求安德说的做 摆不下的放隔壁 还有什么要求吗 我看了一下 这些不太够 我再来一份 带给孩子们也尝尝 应该的 那个 我新租房 那个房东人又好又热情 给他也尝尝 你怎么不给你楼下 大爷也带一份啊 好主意啊 那这个亲自打包 送过去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 嗯 沈浅浅好不容易 起到我头上 肯定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 费了公司 我先忍忍 行 你还有什么要求 行了 你这么大费周章地 请我来这吃饭 说吧 有什么事 其实我今天来呢 就是想跟你道个歉 我之前情绪也是有点激动 希望你能原谅我 嗯 我原谅你了 啊 你不介意我之前对你的不尊重跟打呀 没什么好计较的 我刚才 不过就想出口气 我也知道 以我现在的经济能力 也没法给孩子们更好的生活 我反而希望 你能让我跟孩子们多见面 你能对孩子们更好一点 这女人 有点意思 行 从今天起 你想见男的 我随时来接你 爹地公妈咪咕好了 接 进化成功 副总 公司的危机已经解除了 看了这女人 并没有外表看起来这么简单 你看着我干嘛 我 什么 楠楠从腰带摔下去了 什么 楠楠出事了 不是说好要照顾好她吗 先回去再说 医生 她怎么样 伤得严不严重 小少爷虽然伤势严重 不过幸好救治及时 现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应该 马上就可以苏醒了吧 那就好 那就好 来人 楠楠怎么从楼上掉下去了 你们怎么照顾少爷的 是小少爷自己一个人在房间活动 自己摔下去的 不可能 我早就教过楠楠一个人不许去阳台 楠楠平时最乖了 他绝对不可能不听我的 去把监控调出来 看看怎么回事 回 回少爷 今天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监控全都坏掉了 什么也没拍到 什么 没拍到 爹 爹 妈妈 奶奶 奶奶 你怎么样了 你有什么不舒服的 可以跟妈咪说 家里来了一个陌生的坏叔叔 推我下去的 陌生的坏叔叔 顾安川 你不是说你家的安保系统 是国内顶端的吗 为什么一个陌生人都能进来 去 马上来找人把监控修好 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 韩川哥已经派人去修监控了 大小姐别担心 傅家的监控是我亲自去破坏的 活神仙来了都修不好 那就好 神千千 这就是你惹我下场 哥哥你快看 刚刚奶奶给我发消息求救了 说今天竟然有人在呆底家动手害他 怎么回事 南南现在怎么样了 他现在没事了 但是南南说 坏的把呆底家的安保系统都破坏了 让我们想想办法 把呆底家的监控修好 这肯定没问题 再坏的安保系统我都能修好 但是 修监控要去呆底家 我们该怎么去 妈咪还在呆底家呢 妈咪可是不让我们被呆底发现的 没有个办法 副总 我已经联系了好几家安保公司的人 都说数据损毁的太严重 没有办法修复 真是个废物 这么连小事都办不好 赶紧给我去想别的办法 是 嗨蛋 叔叔您好 我们是南南的朋友 我们是来看南南的 好朋友 怎么没听南南提醒过 右边这个小朋友 看着和南南怎么有点像 谁让你们来的 你们认识吗 啊 南南的朋友 我当然认识了 是让你们来的 这两个小朋友 也没有个大人跟着 我先送他们回家 是南南让我们过来的 天前阿姨 南南受伤了 你就让我们看看他吧 好可怜 既然是南南的朋友 让他们进去吧 耶 东东 来 贝贝 来 你们四个是四胞胎 尤其是你 长得跟南南最像 虽然你做了伪装 但是妈咪还是不放心你们 看完南南就赶紧回去 别让傅安川认出你们来 嗯 好 妈咪 我们有些悄悄话要和南南说 说完了我们就回去 你先走吧 怎么样 东东 这个监控你能修好吗 在这个世界上 连我沈东东都修复不了的系统 那就没有人能修好了 副总 我们收到匿名文件 这正是小少爷受伤的监控画面 这是赵水柔的助理 就是赵水柔 现在就找他算成 没有你去 没照谎南南是我的责任 给你一个交代 这是韩川哥第一次邀请我来赴家 他是不是回新转移了 韩川哥 沈千千 你怎么在这里 赵水柔 南南从阳台上掉下楼的事情 是你做的吗 我又不在负家 南南怎么受的伤 我怎么可能知道 沈千千 我知道你嫉妒我 韩川哥未婚妻的身份 所以才这么一直针对我 但是有韩川哥护着我 我原谅你了 是吗 来 我给你看个东西 我不是让人破坏了 所有的监控设备吗 现在怎么又好了 现在爸爸抓到幕后主谋了 以后看谁敢欺负我们南南 这个男人是你的人吧 韩川哥 你别听沈千千瞎说 我怎么可能害一个 善良无辜的孩子啊 一定是沈千千嫉妒 我是你未婚妻的神 和他儿子 穿那么嫁祸我的 嫁祸 事实就摆在眼前 你还在狡辩什么 这个男人跟我们无冤无仇 都不是你指使 还有为什么要害南南 赵水柔 我是真没想到 你竟然是这种人 韩川哥 真的不是我让他 对付南南南的 南南为什么会受伤 我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 爹地 那个坏人把我推下去的时候说 都是我坏了赵家的好事 只要我不在 爹地就会和别人结婚 是真的吗 住口 你的小皮儿在这胡说八道些什么 是不是沈千千叫你的 说 赵水柔 你怎么这么恶毒 连个孩子都不放过 沈千千你 你为了抹黑我 竟然教你的孩子 三福 这个视频一定是假的 韩川哥 沈天天这个女人居心叵测 这个视频肯定是她陷害我的 你要相信我的清白啊 你还有清白吗 偷偷潜入附加的人我抓起来 他跟我说了 是你真是 要看吗 怎么 刚刚不是还叫嚣吗 现在还说是我和楠楠陷害你的吗 韩川哥 这个事情我可以解释的 够 我看在你是我明依未婚妻的份上 不追究了 我放你嘛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的婚期已经提前结束了 从此以后你不准进入附加半倍 我警告你 如果以后你再敢伤害楠楠一次 下半辈子你就等着吃牢饭吧 楠楠 你刚刚跑出去 身体有没有不舒服 妈咪我没事 我不能让那个坏女人欺负妈咪 我的宝贝真乖 妈咪别担心 我们会看着楠楠的 都是妈妈的乖宝贝 沈千千 这次孩子受伤是我的原因 是我没有保护好她 男的受伤都是赵水柔一手造成的 而且我们俩也有个人恩怨 也不能全怪到你头上 你不用太自责 沈千千 我向你保证 从今往后没有人能伤害到我们的孩子 这俩小朋友怎么还没走 我正准备送他们呢 等一下 这个小朋友不带你镜 怎么这么像男呢 怎么这么像男呢 小孩子小时候都想一个样 别担心 我就确认一下 我感觉自己变得聪明 变得聪明 可我对你太沉迷 让我变得不像自己 你心里的心里 你心里的心里 Daddy和妈咪终于亲上了 看来离一家床员的日子不远了 妈 汉川哥要跟我解除婚约 怎么回事啊 都怪沈千千那个小野种 他真是命令 三楼摔下去都没摔死 汉川哥已经把我的人抓起来了 怎么办啊 又是沈千千这个小贱人 三番四次的坏我好事 没事 妈有办法 让傅汉川重新回到你身边 难道这就是心中的感觉 长得挺水灵啊 今天这单值了呀 你们试试要做什么 别怕嘛小美人 我们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有人让我们好好伺候你 一会儿别怪哥哥几个下手中啊 别过来 他过来我放紧了 小美人 要怪就怪你 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了 救命啊 救命啊 小倩倩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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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Grow 站住 还好你来得及时 现在怎么 臭娘们 没想到你还有帮手 谁派你们来的 你管谁派我们来的 今天我们的任务 就是办了这臭娘们 你要是多管闲事 连你一起办了 这些王命制度 不要命的 你快走 我也丢下你的 好一队王命鸳鸯 既然你们要在一块 那就一块撕好了 没错 干完这票 咱们吃喝不吵 以后女人随便玩 来吧何喜哥 一起上 又救了一份 打算找他 靠 这个傻子是我的 好 是我的 我带你去医院 啊 万川 万川 我不准你死我带你进医院 万川 我还有个天大的命运没有告诉你 我们四个孩子不能没有爹 万川 什么 你们这群废物 沈浅浅没伤害到反倒把韩川哥给伤了 韩川哥现在在哪 我要去见他 安川 不安川 家属能乱等待 文光 麻烦你件事情 帮我把四个宝贝带到中心医院来 我有需要功能 妈咪 宝贝们 今天妈咪要告诉你们 爹地是谁 你们要乖乖听话 富汗川家属在哪 我是富汗川家属 手术非常成功 现在可以进去看望病人了 华阿姨你干嘛中我妈咪 小屁股 话真多 我们不跟他一般见识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去见爹地 中了妈咪还不给妈咪道歉 我怀疑爹和妈咪出事 又是这个坏阿姨搞的鬼 妈咪 我想去卫生间 妈咪 我陪北北去卫生间 你带弟弟妹妹先去看爹地吧 好 你们快去 注意安全啊 嗯 你好了没啊 我都等你好久了 快了快了 我已经查到东西了 我现在就发给爹地的助理 说 暗川哥你醒了 等着身体怎么样 你还好吗 看来没事 我就放心了 要不是沈青青到处惹麻烦 暗川哥你根本不会受伤 你还在这按什么眼 赵水柔 这是什么地方让你在这大吼大叫 坏阿姨你干嘛对我妈咪那么凶 就是就是 你们几个小屁孩懂什么 我的未婚夫受伤了 我最为韩川哥的未婚妻 来看看她不行吗 赵水柔我跟你说过多少遍 我们的婚约早就已经退了 请你尽快离开 我向你保证 一定会查出莫侯真凶人 一定是沈青青到处惹麻烦 所以才会有人想害她的 我一直有些事情想告诉你 关于四个宝宝 四个宝宝怎么了 这些孩子不会都是韩川哥的吧 是的 关于四个宝宝 副总 刚刚收到一封匿名邮件 指明要您看一眼 邮件是你发达 这不是那天绑架我们的那几个混混吗 赵水柔又是你 韩川哥 我只是想教训一下沈青青 我不知道你会受伤 行了 你不要再说了 我之前给过你机会 你不但没有改 反而变本加厉 富士跟赵氏以后永不合作 韩川哥我不是不宜的 我只是一时鬼迷信教 求求你不要停止跟赵氏的合作 只给赵氏带来的很时间不可不量 那我再走 你谁会见到他 是 我走 走 韩川哥 韩川哥不要 韩川哥 你别乱动 你就负责好好躺着 我说了 你救了我 我会照顾到你康复为止 医生都说了 我都可以收压了 没事 你现在就负责躺着 好好休息 剩下的事情全部交给我 行 辛苦了 四个宝宝 刚才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说 晚上 我晚上正式告诉你 你先好好休息 我去给你办理出院手续 好好休息 你好好休息 晚上我告诉他 关于宝宝的消息 不知道他会不会吓到 妈咪 妈咪我想去见爹地 你们不要吵闹 爹爹在睡觉 东东 照顾好爹爹妹妹 我去做饭 嗯 妈咪好磨叽 怎么还不告诉我们 是爹地妈咪的孩子了 要不要商量一下 先让爹地妈咪感情 更进一步呢 我倒是有个办法 吃饭了快说来听听 哇 今天做的好丰盛呀 是吧 爹地 你快尝尝妈咪的手艺 是啊 妈咪做的菜 每次都很好吃 这些年 都是妈咪自己照顾我们 可辛苦了 对呀 就是啊 你作为我们的爹地 小孩子的话不能当真 快吃吧 菜快凉了 沈浅浅 原来你这么多年 是这么不容易啊 怎么这么好吃啊 妈咪我要喝果汁 妈咪我们也要喝果汁 我们也要喝果汁 好 我去给你们倒 嗯 我去包妈咪 我也去帮妈咪 一会儿要说的事 我还是倒杯酒装装的 妈妈 我帮你拿这两杯吧 妈咪 我帮你拿这两杯 好呀 嗯 走 这是我的 这是爹地的 妈咪 这是我的 谢谢宝贝 谢谢宝贝 不客气 你就和孩子们 喝一样的吧 好 来 我们一起干杯 干杯 干杯 富汗川家的酒 酒就这么大 酒还成功了 妈咪我们好酷 想去睡觉 啊 你不能喝 怎么喝这么多 真是我不能喝 帅哥 你叫什么名字 哈哈哈哈 大地 妈咪这个酒鬼就交给你了 我们去睡觉了 我们绝对不会打扰你们的 嗯 嗯 哈哈哈哈 啊 啊 啊 沈浅浅 你怎么了 富汗川 我热 我好热 你让你扯我衣服干嘛 我 神经典的神经 怎么会异常的发烫 好热 富汗川 我去给你倒杯水 冷静一下 不要 你陪陪我 沈浅浅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沈浅浅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我知道 我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 什么秘密 你非要现在说 和一个男人一夜情之后 之后生了四个爸爸 你说什么 我说我和一个男人生了四个爸爸 都是我的 都是你的 都是傅韩川的 沈姐姐 你在惹火 傅韩川 傅韩川 你不能承认直辈 大喝醉了 你不能承认直辈 你不能承认 头怎么这么痛 我的外衣呢 我怎么睡在这 是呢 走 吃的什么 三明治配酸奶 多多大人了 下床也不出道川崎 不许嘲笑妈妈 吃完饭啊 你们通通去上幼儿园 好 爹地妈咪 你们慢慢吃 我带弟弟妹妹 去整理书包 好 上楼梯慢点 好的 去整理书包 看着我干嘛 赶紧吃啊 那个 昨晚 昨晚 你调戏了我 我调戏了你 那我的衣服呢 阿姨帮你脱了 你昨天晚上 吐了一身 总不能穿着睡觉吧 那个 我们昨晚 发生什么事情了 就比如 比如 那个 就 做了 做了什么 做了酸奶 快喝吧 好啊 傅寒川 你竟然敢戏弄我 沈姐姐 我们结婚 你说什么 我要你嫁给我 还有四个宝宝 爹地妈咪 嫁好了 我都听见了 你快答应他 等一下宝贝 你 为什么突然提出 要和我结婚 我需要一个 正当的理由 你昨天不是说了吗 这四个孩子 都是我们的孩子呀 原来我昨晚 已经告诉 傅寒川了吗 你是因为孩子 才跟我结婚 不然呢 你不会以为 我真的爱上你了吧 书上书表白之前 先调动一下 女生情绪 会增加争控率 傅寒川 你凭什么认为 我会心甘情愿地嫁给你 你配当我孩子的爸爸吗 不是沈千千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我愿意为了孩子娶你 我怎么就不被当 孩子的父亲了 孩子这么多年 都受我照顾 你做过什么 我 沈千千 你别无理取闹 我无理取闹 既然爹地让妈咪伤心 留妈咪不好 我要跟妈咪回家 以后我们要跟妈咪回家 好 我们走 沈千千 你把话说清楚 傅寒川 我不会因为和你有孩子 去嫁给你 更何况 你连赵水柔的问题 都没有解决好 他随时可能再次 伤害我的孩子 妈咪 你为什么不同意嫁给爹地啊 因为妈咪觉得 爹地他并不爱我 娶我呢 只是因为你们几个乖宝宝 妈咪对他来说 只是他的附属品 当然了 妈咪不会干涉你们的选择 你们是选择跟爹地生活 还是跟妈咪生活 我们选择妈咪 爹地不爱妈咪 那要我们爱妈咪就够了 妈咪 我是最最最最爱你的 我也是最爱妈咪的小宝贝 我也是 那妈咪就许用你们几个乖宝宝 会给你们更好的生活 嗯 妈咪现在就去公司 你们几个在家 乖乖听哥哥的话 等妈咪回来 嗯 我觉得爹地心里还是有吗 妈咪的 只是妈咪误会了 我们不能让爹地和妈咪 就这样带着误会分开呀 嗯 没错 我早就发现 爹地和妈咪都很在意对方 只是没有说出来 有什么方法 能让他们聚在一起 解开误会呢 嗯 嗯 嗯 我想到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这个主意好 要怎么做 我们都听你的 近日 小提琴神童斯大尔 将在海城举办一场 举世瞩目的 小提琴音乐会 据悉 斯大尔年仅八岁 就已登顶 全球小提琴 演奏大师首位 这时 无数海城名流 竟相前往 斯大尔小提琴 演奏大会 张五 你说怎么让一个女生 感受到被宠爱的感觉 看你那样也不懂吧 哎 副总 您是想要沈小姐 答应您的求婚吧 其实女人吧 无外乎在乎的 就是一个安全感 如果您能够 在一个重要的场合 宣布您和沈小姐的关系 说不定 好主意 接着说 听闻 沈小姐已经接受了 斯大尔的邀请 参加她的小提琴音乐会 不惜一切代价 搞到 斯大尔音乐会的邀请案 是 副总 我这就去 妈 韩川哥 要去参加 斯大尔小提琴音乐会 这可是你的好机会呀 你从小就被送去了 国际知名的 小提琴学府进修 这次 只要在音乐会上 能够展露头角 获得满堂彩 我相信 傅韩川肯定会 扮倒在你的石榴裙下 那是自然 要不是那个贱人 跟那个小野蠢 韩川哥 现在也不会对我这样 别急 一定让人那个贱人 吃不了 一直走 西西 你为什么要带妈咪来参加音乐会啊 妈咪 今天西西要给你一个大惊喜 那你就等着吧 好 妈咪就等着西西 优扬婉转 情绪饱满 不愧是赵大小姐 听说赵大小姐 师称国外巴赫大师 今日一听 果然命不虚传 果然只有这么优秀的人 才能配得上副总这样的身份 哼 爹爹才不会像你说的那样 再说了 他也没什么技术 看到了吧 只有我们家水柔 才是最适合傅寒川的人 我们去别处看看 嗯 什么 你说我们家水柔 拿的还没捏好 大家可都听着呢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你才胡说八道 妈咪根本没有说过这种话 是这个坏女人在诬陷妈咪 沈千千 你不仅喜欢说大话 还喜欢教小孩说谎呢 要不今天就这样吧 你给我们家水柔道歉 这事啊 就这么过去 一句轻飘飘的道歉可不够 沈千千 我要你跪下 给我磕头道歉 妈咪才不跟你道歉呢 你就是懒得不好 希希 我们不说了 妈咪我没有胡说 这坏女人拉的水平就是不高 还有好几个音调拉错了呢 赵大小姐可是出国留学归来 还开过音乐会 你一个小屁孩在这里顶撞什么 真是口出狂言 小孩子乱说话 胡说八道 大家不要放在心上 妈咪我说的都是真的 小朋友 既然你说话那么狂 不如上去演奏一曲 如果你赢了 我就答应你任何事情 但是如果你输了 就跟你妈一起跪下认错 好 要是我赢了 你就离我爹地远远的 再也不烦妈咪 哈哈哈哈 一个小屁孩还真能说胡话 沈浅浅 这不会就是你的忌妇 自己忌不如人 就拖一个小屁孩出来硬着 之后可别说我胜之不如 妈咪你放心 他赢不了我 我看你就是怕输给我这个小孩子 啊 原来我今天就让你和小剑子 输得幸福可 希希 你真的没问题吗 妈咪放心吧 就等着我赢了他 让花阿姨离爹地远远的 再也不烦你 我花了 我怕输给 Dinge 但是你们所有的 你真的能赢得一碗 还会适合 是不烦的 但是这就自己 是不烦一个 我才能赢得 对 是不 我 哇 好棒 好棒 不知我这小弟弟弟拉得怎么样呢 太棒了 太棒了 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真没想到小朋友竟然拉得这么好 比赵小姐好的不是一轻半点啊 坏阿姨 正回你该心服口服了吧 可恶 居然让这个贱人的女儿出镜风头 西西 你什么时候会的小提琴啊 妈咪怎么不知道 妈咪 西西不是故意瞒着你的 只是没有时间跟妈咪说 妈咪能不能原谅西西宝贝啊 妈咪怎么会怪你呢 宝贝 妈咪为你而骄傲 这不可能 这出小提琴曲没有几个人能独自演奏 一定是那个小提琴被他们提琴做的手脚 胡说八道 他有没有做手脚 这么多人都看着你 大家看不清吗 反正我是不会相信一个八岁的小屁孩 能弹奏出这种世界级难度的曲子 你们就是在作弊 听这个琴音和弹奏技巧 我感觉这个小朋友好像是传说中的小提琴大师斯大 这不可能 他绝对不是 神千千 你就是为了去碰瓷小提琴神童斯大是吧 提前在小提琴上做什么事情 又让你的女儿去专门模仿来活我们众人的 我才不用模仿 我就是神童斯大 装模作样 今天是斯大尔举办的小提琴音乐会 斯大尔可是全球顶级的小提琴音乐大师 不是你这个小剑组可以随便帮人的 没错 今天就替斯大尔大师将你这个帽牌货赶出去 来人啊 我看你们谁敢揍 爷弟你终于来了 这坏女人又欺负我和妈你 韩川哥 我才是你未婚妻 你为什么事事都要向着她 赵水手你还在无力取闹 再这么闹下去 丢人的是你自己 我丢人 你让他们平平理 如果不是这个女人 你就不会跟我退婚 她就是个不要理的小三 事事真如赵大小姐说的那样吗 那副总岂不背心弃异吗 那还不是这个女人的错 抢别人了 我和傅韩川一起伤 我跟赵水游的关系早已解除 并且再无瓜葛 沈千千才是我傅韩川孩子的妈妈 也是我要携手共进的女人 爷爷好帅啊 韩川哥是你先不仁 就不要怪我 沈千千 你毁了我的幸福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你给我记住 来人 把他们两个人给我下去 不用 我们自己会走 我们走 妈 走啊 是杰千千 你会找报应的 不要在意他们的妄言 你把孩子照顾得这么优秀 不辛苦 孩子们也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 看来沈千千 为了养大这些孩子 这些年真的付出了太多太多 我们周末 带哥哥和弟弟一起去游乐场玩好吧 爹地啊 还没有跟你们几个小家伙相处过呢 好呀 他们几个一定开心死了 不知道有没有荣幸 能邀请这位小姐共舞异聚 妈咪你快答应她答应她吧 爹地我好想你 别上来叫方 爹地 爹地好久不见 这四个宝宝和他们爸爸妈妈 简直一个母子磕出来的 是啊 真是幸福的一家六口 真让人感到羡慕了 爹地我想去那边逛一下 我看里面好多漂亮阿姨 在里面买东西出来 当然好了 希希想要什么呀 我都买 我上次提的结婚的事 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还没有想好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 爹地妈咪 你们看这里 爹地妈咪 你们看这里 爹地妈咪 我想看你们带 爸爸妈妈是大人 带这个会不会 爹地妈咪 就答应妹妹吧 就答应吧 答应吧 好 我答应你们 你们说什么 都答应 耶 哈哈哈哈 好吧 去那边玩 你们还真是甜蜜幸福 不会让你们好 大小姐 这么做也太过火了吧 而且很容易弄出人命的 就是让她得到 应有的报应 我们快去 这样 好 都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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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你看我 爹地妈咪 你们总跟我们玩干嘛呀 怎么 爸爸妈妈跟你玩 你不太接啊 你们过好你们的二人世界 我们过好我们的四人世界 可是你们四个小宝贝在一起 妈们不放心啊 有什么不放心的 你们管好你们自己 就不要再操心我们了 那咱们去逛逛 走啊 怎么了 那里好像有问题 这里有太多孩子 别紧张 你先上来 怎么样 我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我下去看看 没时间了 你去先救孩子们 我不会丢下你 你让我下去看看 孩子们就是我的命 如果他们活不必 我也不活了 可是 你快去啊 我不想办法出来的 快走 快 走 照顾我 你 妈咪 千千 妈咪 妈咪 你怎么样了 我没事 幸好是个直指炸药 没什么危害 还说没什么事 马上把车开过来 让所有医院的医生待命 大小姐 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做了 现在可以放过我的家人了 跟我玩心 是烟炮糊弄过 总不能弄出人命吧 所以你老婆 肯定不想要了 大小姐 我 找人把能进出车辆的出入 全部都是 绝不允许神经 就这么轻易地被送 这是你最后的自己 我妈 把手机 楠楠哥哥 妈咪怎么样了 你为什么要问楠楠哥哥 因为楠楠哥哥他 副总 副总 外面被不知名的车辆 堵得水性不通 救护车根本进不来 我只能 先带个药箱进来了 怎么可能啊 这个地方这么偏僻 怎么会无缘无故 堵得水性不通呢 我也不知道 就突然多了很多莫名的车辆 你放心 这件事情 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 让他们付出代价 这 爹地 妈咪的伤就包在我身上 包在你身上 可你只是个小孩子 爹地你放心 爹地 不用担心楠楠的医术 其实 之前他就 奶奶和小姨的治疗方案 都是楠楠做的 是啊爹地 你就安心相信楠楠哥哥吧 还可以的 沈浅浅 你到底还有多少事在瞒着我 等你清醒了 一定要老实和我交代 快就想别的办法 是 爹地天天照顾妈咪 妈咪身体已经好多了 可爹地妈咪怎么还没在一起啊 可能妈咪自己不知道很在乎爹地 那为什么在危机关头推开爹地 让自己受伤呢 就是啊 我感觉他们二人之间好像缺少了契机 得让他们把真实的想法说出来 文光叔叔跟小姨来了 对啊 我跟小姨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北北叫妈咪出来 妈咪 怎么了 文光叔叔和小姨来了 文光丽云 你们怎么来了 也不提前说一声 我和丽云即将举办婚礼 到时候叫几个宝宝过去当花筒 什么 你们要结婚了 我怎么不知道 经过生死关头 我终于知道我最在乎的人是谁了 所以 我决定和文光哥结婚 经过生死关头 我终于知道我最在乎的人是谁了 所以 我决定和文光哥结婚 结婚 那这件事真是太好了 我们家也应该出一件喜事了 明明自己家就有喜事 还指望小姨他们俩 看来爹爹还是不争气 姐姐 我们也算是苦情甘来了 妹妹拥有自己幸福的同时 希望姐姐你能幸福 我又不着急 对了 你婚礼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请管说 好像还真有一个事情 令云现在虽然已经身体大好 但是 试婚纱还是要消耗很多体力 我看 你们两个的身形差不多 要不 你帮我跑跑腿 我当什么事呢 没问题 行 那具体的细节 我们三个大人再商量商量 那我们进屋说 我知道爹爹和妈咪 怎么修成正果了 什么办法 快说出来 对啊 妈咪不是要替小姨试婚纱 我们告诉爹爹 妈咪要嫁给文光叔叔了 让爹爹再看到妈咪穿婚纱的样子 这个主意好 我来试试 让爹爹彻底紧张死妈咪 好 丽云 你看这身喜欢吗 会不会太短了 我身上还有刚做完手术的疤痕 你怎么样在我眼里都是最好看的 哎呦 你们两个当着小孩子的面 能不能收敛点 文光叔叔不知羞 并不知羞 哈哈哈 赶紧给我去查 沈浅浅先生在哪 哇 妈咪太美了吧 简直向山女下坝 林文光 你当时你是怎么跟我说的 你说你只爱沈丽媛一个人 现在又带沈千千来试婚纱是什么意思 傅安川 和人家文光没有关系 你别发疯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那你们现在这是什么意思 夫总大驾光临 来我妻子试婚纱的地方 难道是来捣乱的 沈千千 你不要嫁给别人 我娶你好吗 真的爱你 傅安川 你什么意思 我以为我心里没有你 但我现在知道了 我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着你的 或许是上次你救我的时候 也可能是上次我救你的时候 沈千千 你愿意嫁给我吗 傅安川 你忽然出现要夺走我的孩子 又忽然出现扰了我的生活 你现在又忽然出现让我嫁给你 我 我还没有想好 我觉得你也没有想好 那我现在就准备 给你个最浪漫的 好 我不等着 通知所有人 我要向沈千千求婚 不用麻烦了爹地 我就能帮你告知全世界 东东 你这话什么意思 爹地妈咪跟我来 我给你演示一下 好了 玄来 东东宝贝也深藏不露 东东竟然是黑客天才 那你们三个宝贝都是各自领域的天才 那 求婚 凭什么 我努力的这么多年 马上将要加入父家 沈千千这个贱人突然回国 打破了我努力这么多年的成果 沈千千 我要你血债血城 给我找个手段硬的人 你只会要他死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事情 没什么事的话 我要去接先签了 要是还有什么别的事 现在赶紧说 副总 还有最后一件事 一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陵墓集团背后的大佬 自从收到我们的邀请函之后 给我们回话了 说是您和沈小姐求婚的时候 一定会亲自到场 给您送上祝福 这个陵墓集团背后的大佬 这么神秘的人 平时跟我们只有合作关系 就上次亲自打次电话 还是为了签签常住我们赴世的时候 这个大佬 从来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过 这次声称会出现在公众面前 如果他真的能来到 您和沈小姐的婚礼现场 那真的就别提有多声大了 这个人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对沈千金的事 这么伤心 好了 节目看完了 你们该去睡觉了 好吧 千千 你跟陵墓集团背后的大佬 究竟什么关系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那他为什么会帮你 为什么会让你在腹尸常住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你别发疯了 待会儿孩子们来上厕所 他会经过这里的 我就是嫉妒的快要发疯了 我不需要任何男人给予你 我们还没有好好约会过 去公园吧 前面就有一个 好 配合我们走一趟 不然倒不长眼 你们是谁 你想干什么 冯远川 你快跑 别怪我 别动 往后退 要是不听话再动一下 我抹了他脖子 你信不信 你想钱是吗 我有 我不要钱 你现在把头转过去 乖乖的把双手举起来 慢慢的往后退 搞小动作 我要你好看 快 好 别伤害他 现在人已经在我手上了 下面是不是该动手了 等小姐吩咐 吩咐 上面不是说 好了 不该问的别问 明白记住 小姐的身份不能暴露 注意一点 我会再通知你的 干完这一票 拿着钱 尽快走日 明白 我绝对不会让人 查到小姐头上 这件事成了 打工一件 好 二位可以醒醒了 救命 有没有人 千千 我在我在我在 我在这 我没事 我就是 我就是怕我会死在这 说什么傻话呢 我们会一起出去 都这个时候了 你们俩还在这神情呢 哥们 你听我说 你绑架我们 无非就是要钱 我有 你想要多少 我都给你 别搞什么小动作 要不然别怪我心狠手了 姐姐 别害怕 我没事 我就是怕 我们会死在这里 说什么傻话呢 我们会一起出去 我们会一起出去的 如果真的有什么意外 我会保护你 不会让你受一点伤 你不许说这种傻话 你刚刚还给我希望 我不准你说这种牺牲 你救我的傻话 好 我们会一起出去 我们一家六口 过幸福的生活 你们两个都死到临头了 还在这 你情我能的 我知道 你绑架 我们就是想要钱 我有 你说你想要多少 我都能满足你 我就不想 满足我 口气不小啊 满足我 接下来什么指示 你假装要点钱 进你的口袋 主要是上面要的 是那个女人的命 什么只要那个女的 不是那个男的更值钱吗 上面怎么吩咐 你就怎么做 今天 别让他活着离开就行 明白 嗯 十一 十一够不够 我找到爹地妈咪的 踪迹了 在一个郊区的 飞气仓库里 爹地妈咪好端端的 怎么会在飞气仓库里 十一 哎 哎 苏 你只要放开我 带过去 好 可以打钱呢 他呢 你把他也给我放开 他 他必须得死 我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他死 你滚蛋 要么你俩 一块死 你不把他放开 你们一分钱都拿不到 那就不好意思了 嗯 不好不好 爹地妈咪有危险 南南北北西西 我们一起救人 救爹地和妈咪 好 我们去救爹地和妈咪 住手 别过来 再过来我开死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束手就擒了 大不了大家一块死 你先帮我 帮我我能给你钱 你们背后的老板 已经被我们抓起来了 还是放去抵抗吧 现在放人 你还有一线生机 相信你那可怜的女儿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 你之所以停而走险是因为你有一个要治病的女儿 只要你放了爹地和妈咪 我们会帮你治好他的 没错 我一定会尽全力治好他 你们伤害南南的视频已经被我们找出来了 放弃吧 王大 你听到了 快放弃吧 现在放了我们还来得及 这 你也不早都会进吧 你没事吧 爹地妈咪 妈咪没有外伤 只是受了点惊吓 安川 你呢 没事吧 我没事 等一下 妈咪肚子里好像有小宝宝 什么 什么呀 傅总见过这么多大场面 怎么到自己求婚紧张成这样 是 你不紧张 李下令来 傅总 夫人到了 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 好 哟 哟 哟 accepted 爹地 叔叔 新鲜 怎么是你们几个小鬼 爹地 你很期待妈咪登场吗 是啊 看爹地表情好像很失望 文光叔叔也是 你个小鬼 开起小一副玩笑倒是不亦乐乎 对了 爹爹 我听叔叔说 你的婚礼现场不是要来一个商界大佬吗 是的 副总 我这就去门口接 不用 爹地 祝你幸亏愉快 好你个小鬼头 原来是你搞的鬼 害得我误会妈咪那么久 爹地 那现在都知道我们几个的技能了 知道了 副总 这次真的不开玩笑 来了 快快快 我过了 I got a 云 看着你眼睛说我愿意 这可惜 交给你 希望你好好 老婆 辛苦了 你为幸福喜一几二期 答应你做心情做你的机会 你又不分离 我已经很难目 생在我这样的年轻 有时候会毕业 有时候不做心